你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 他刚刚公开发表了一个新闻 就说 他说很多人跟他抱怨 我们车的那个入税值的质量太过差了 所以他说 他将会只是有关当局 去处理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 我真的是想吐槽一下 我也不知道这个入税值的 它的质量是怎样的一路演变 但是我告诉你 我身为一个驾车的人 我的驾车的历史有多少年 从我2009年开始拥有我第一辆车 到现在我已经驾车驾了14年了 这14年间我也坐了三辆车 我第一辆车是二手车 然后第二辆车虽然是一手 但也是驾了九年 现在是第三辆 然后我换掉第二辆车是因为真的是太烂了 每天给修车老修修修 修到修车老都投降了 修车老都告诉我放弃之了吧 我才卑鄙要换这T3 OK好这是废话了 我现在讲回那个入税值了 所以我都告诉你了 我这14年驾车的经验 那个入税值的质量 开头了前大半段还OK一点 我所谓的OK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入税值了 我们就是拿了就粘上去 粘上去就放它 别动它一年了 一年过后又要换了 我记得前面前大半段时间 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相安无事的放在那边一年 没有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 这两三年来 这个入税值的质量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相信我等下这样讲 大家一定很有公平的 那个入税值 它好像很经不得晒 我以前也是这样晒的 我现在也是这样晒的 可能我现在晒还比以前少一点 以前我经常上上下下 南上北下整个马来西亚 但是我现在我很少了 我现在多数只是在鼓来罢了 然后呢 现在那个 这个入税值的质量 差到怎样 我告诉你 已经耐不到一年了 最多半年 最多半年了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入税值 它就会脱离玻璃 它已经没有办法黏上去了 即便我后面贴一个东西下去 也黏不上 然后它会卷起来 好像鱿鱼这样卷起来 就它卷起来 有时候很好笑 那入税还没有到半年了 你会看到那个 入税值已经卷起来 然后要拖要拖 这样很烦的 我不是想complain什么 我只是觉得很烦 要每天看到它又卷起来了 又要用手去 倒倒倒倒倒倒 有时候夸张到 接近年底的时候 整张会掉下来 然后又要碾上去 碾上去 真的很烦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入税值的质量 最近也是越来越差 怎样差呢 当我们拿到新的入税值的时候 我们要撕的时候 不要做什么 超级容易撕烂的 有时候撕烂一点点 又不敢再撕 要慢慢的从旁边 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OK 我再重复 大家是不是意义上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入税值年不久 年没有半年 它就卷起来 甚至整张会掉下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心心拿到的入税值 你撕的时候 太容易撕烂了 是不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入税 我们起码要花一个几百块 来买的入税 但是换来的这一张纸 竟然是一个这么脆弱的纸 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IC 这样 我们马来西亚的IC的质量 是长期有问题的 我不怕讲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今年才39岁 但是我IC换了五六张 为什么 我也不想去换IC 但是我是被逼去换IC 因为 我们IC的那张芯片 爽爽就跟你坏掉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去银行 尤其是银行 很多程序 都会需要到那个IC 那个芯片 每次去读那个卡的时候 他说 哎 先生 你的IC的芯片坏掉了 没有办法了 你要去换 没有办法了 小小 我又要跑去换过我的IC 因为 为了那个芯片 所以 我一生呢 我换过五六只IC了 就是因为那个芯片坏 我IC没有不见的 我就是那个芯片坏了 所以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这个质量 会这么差 这个IC的芯片可以每天坏 入税纸也是一样 但是老实说 入税纸呢 我跟你说 我驾了三辆车 以前前面的 十大半段的时间 都还OK 那个入税纸还没有这么糟糕 但是这几年 真的是特别糟糕 明显的话 我没有骗人的 以前入税纸可以贴一年 没有事情 现在贴半年卷起来 接近年底整张掉下来 为什么 我相信我这样讲 大家一定很有公平的 有跟我有一样感觉的人 你们可以讲出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的交通部长说 他会正视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OK了 我们乐见其成了 感谢一下我们的入税负贤 谢谢大家 拜拜